哈囉各位youtube跟戰地 還有我訂閱的好友大家 我是利歐那我回來了 其實我今天呢 這是另外一部影片 應該是要跟前一部影片呢 那一起上傳的 那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沒有上傳 所以說我又再重新的 再錄製了這一 這一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 是要在RAID的上面呢 的一篇的文章 這是10天前的文章 這10天前的文章 那這10天前的文章 問題是他現在還是在持續的在發酵 為什麼呢 他的開頭就是說什麼 你知道嗎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以下我針對的不是只有特定的 一些人士而已 而是 有跟官方比較有密切關係的一些人 我要這樣子說 或許說 我不能講太明明 就是說可能是有一些 大家懂嗎 大家懂嗎 當然 我不方便講 當然我講的不是只有具現於台灣本道而已 就是很多 你可以發現到 尤其是我在看 尤其是戰第五的經驗 戰第五那次經驗之後呢 我得到一個教訓 就是說我不會只看某些人的片面之詞 那有很多東西是我自己要親身的去體驗 我才知道說這個遊戲我是不是該玩 這個是遊戲我是不是該買這樣子 然後再去決定 那所以說有時候我會 我的意見會跟某一些人不太一樣 人家會覺得說我是不是在黑某些人這樣子 那沒關係 這是言論 這是言論自由 你覺得不想聽 聽不下去沒有關係 等你去踢到鐵板的時候 讀同這一次惡禮之熱 踢到鐵板之後 當初為什麼沒有聽我的話呢 欸對不起 那就不關我的事情啦 我只是想把我知道的感覺 感想講出來而已 那至於你們要去聽某些的sponsor的那些話呢 那你們去聽那沒有關係 那沒有去聽那你決定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為了自己某部分的利益 而去忘記當初你玩遊戲的那份雛形 你要站在非常盡量 不能說盡量 非常客觀的立場去看一些事情 而不是非常主觀的去說 我認為我感覺 我覺得這個遊戲沒有什麼bug 可以玩 就是有這種人 我不要講誰 就是有這種人 然後就害了很多人去跳坑 至於是誰呢 我就不方便講 當然我講的是 不是只有台灣的 還有國外的 OK 今天就這邊的文章 這篇文章呢 一個老外 他提到一個重點 他講說 直到現在 還有很多YouTuber 將這款遊戲描繪的 讓人家非常的驚豔跟讚嘆 也就是他的標題 直到現在 十天前 至於現在 大概十天前 到現在還是很多 有一些YouTuber他也是 也是在將這些 就是膨脹這個204 如同戰地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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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聽 如同戰地舞一樣 一樣 就是 反正就是吹嘛 讓人家去吹齁 那個 這牛吹上天了 哪一天牛會掉下來 好嘞 那我們現在講 他 我翻譯 大概翻譯一下 上星期我一直在看 有關於該遊戲發布的 一些YouTuber的一些影片 將近一個星期七天 我都在看到 我都看到了這些 非常棒的剪輯剪接的 流暢的 試出表演 而且沒有任何的負面性 現在遊戲已經試出的 預購也已經結束了 現在他們發布影片 討論性能的問題 遊戲問題 傳送們如何成為遊戲 等最佳部分 我知道他們是由EA支付 廣推廣遊戲費用 但這是 這是個狗屎 這個不屑 不應被允許 他們一直都 一直都在躺著 等到遊戲發布 誘鬼玩家購買 一週前的遊戲 喔天哪 這都不得戰地 喔 那 那 就 是 就是這樣子 這是老外 這個是老外寫 這不是我寫的 但是這篇文章呢 獲得了很多的回想 就是今天我要講了很多的回想 不光是台灣本島 我相信台灣人 台灣的 我們台灣還是有一些很理性的 一些 YouTuber跟一些玩家 當然 吹的人還是有 不光是台灣 很多國家都在吹 不要忘記自己當初 自己當初的初心是什麼 千萬不要忘記了 OK 那下面的影片呢 下面的回文呢 有一篇 我忘記在哪裡 他就寫的很有意思了 他講說說 欸 我忘記在哪裡 我忘記在哪裡 他是說 嗯 嗯 絕對不要聽有影響力 人的意見 根據你自己的經歷去做判斷 而且 只有當你親身去體驗過 如果你不喜歡他 你就取消 或退款 如果你喜歡這款遊戲 或期待未來的更新更新 那種 那麼請你保持這種型態 並忽略那些想法不同 並試圖說服他的人 在 在 在 我忘記在哪裡 我有看到 因為我把它 我把它做 做翻譯出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這樣 因為那個 我覺得那段寫的 非常的客觀 非常的客觀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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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讓我 我覺得 我個人感覺 是說說 這也是今天 我為什麼要 稍微放這個影片 跟大家 跟大家去講一下 OK那 就是說說 如果今天就是說說 如果今天就是說 因為我們身為玩家 尤其是現在 資訊很炮炸的 的時代來講的話 其實有些東西 官方 除非官方不說 除非官方不說 那 那可能就是說 因為之前你有發現到 葉根帶子 他有一個詬病 就是說說 有些東西他一直不講 那他一直不講的情況下 那變成說 那些大佬們 Tom Hederson 還有那些胡子哥 那些人 他們就去挖資料 那一開始說 大家對 Tom Hederson 的資料 是有一點 因為他也有提到鐵板 就是他 發現到 就是說他有些 資訊是錯的 有一些是錯的 那 比如說說 Beta的 試圖的時間 OpenBeta的試圖時間 他都放錯了 然後 他就送了十個帳號 他就送了十個帳號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會發現到 一件事情 就是說說 當社群 國外的 國外的社群 例如說 Rati的 或者說推特的設計玩家 當 他沒辦法跟下面的一些人 溝通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 產生意見的分歧 如同我 前一個影片 說 講的那個 就是那個手機設計師 這個是非常要命的 這個是非常要命的 你 大家要記得 尤其是國外的設計師 手機 不必要說手機設計師 設計師來講的話 他們會有一個 他們會有一個 一個大頭陣 就是說 今天我是個設計師 我就掌管了這個遊戲的一切 Everything 一切 更何況是手機設計師 我舉一個 最 大家一定是聽過的一個例子 Starcraft 2 手機設計師 就是之前從 紅色剪接2 過去的那個光頭腦 就是因為他把 Starcraft 2 搞成那個樣子 他就是一個手機設計師 而且 暴雪他也不管 就如同一夜跟你一樣 暴雪他也不管 你是手機設計師 你 你只要把遊戲搞好就好 我按那個時間 推出 遊戲片 去賣就可以了 大家懂我意思嗎 那個當初的 Starcraft 2 那個光頭歌 現在好像跳槽 已經離開了 他就是這樣 把星野真白2 搞成這樣 他就是有這種大頭皮 那還有 因為 番局業界太多這種例子 比如說 我知道的 D3的JPUN 大家一定知道 他就是個手機設計師 他把D3搞成什麼樣子 你們自己去想 所以說一個手機設計師的話 他真的是牽涉到一個遊戲的神使 包括他的遊戲 他的壽命 所以這一次3D2042 我看了那個影片之後 我有稍微去挖了那個D 那我發現到不妙 我發現到不妙 因為他本身就是 那個 2042的手機設計師 他本身是個電競的選手 所以說他極力的 大家知道 他極力的想把2042推向電競方面來走 所以說為什麼大家會很不爽 大家會很擔憂 如果戰地2040會不會從此 就是 真的是變電器 那跟我們之前認識的代史 EA還有戰地2040已經完全不一樣的 那其實這是我們比較 這是我們比較擔憂的這部分 然後包括了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大家是 有幾乎有一半以上的人 算是很認同這個 他講的話 幾乎是很認同他講的話 也就是說說我必須在家 我沒有說我沒有黑任何的EA的sponsor 或者說那些打工仔 那些他們 老實說他們有他們的立場在 我們不能就是說過於去刁難 如果今天是我 如果今天是我 EA早上我當sponsor EA叫sponsor 我的話 我是說如果 當然應該是不太可能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也會這樣子 我可能也會這樣子 大家 大家懂我意思嗎 那 所以說 我好像找到了一個 我剛剛說的那個 那篇文章 我看一下是不是 我看一下是不是這裡 因為我剛剛 剛剛我有在 也就是這邊 剛剛我在講的 絕對不要 Never listen 絕對不要聽一些有影響的一些 你看一下這個有293個站 也就是這邊 就提的 這我們有評有據 這邊線 就是剛剛我翻譯的那一段 也就是說說 如果你不喜歡他 你就取消或是退款 那因為戰力2014的話 有 我記得steam好像超過兩個小時 不能退款 那我聽過 看吧好像有人超過兩個小時 還是可以退款 當然是要根據你之前 退款的紀錄來講的話 也是這一段 那 我個人感覺就是說 如果以後你們 包括我在內的話 如果你們要想看一些 比較客觀的一些東西的話 我建議你們 建議到RIC的 或是說 在推特上面去看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台灣的 台灣的不是說不好 而是因為台灣的話 因為他們有牽涉到 因為 跟官方或許有一些關係 所以說 我記得之前小A講的 朋友說 很多 他講很多 他說很多就是 報喜或保佑 那我 我個人相信說 他們有他們的立場 在我們不能完全怪他們 因為我發現到 在很多論壇裡面 來講話 真的是對那些 那些 一些的sponsor 那算真的是炸鍋 真的是炸鍋 那就是說說 我們 我只是一個 小小的玩家 我們也幫不上 我們也幫不上什麼忙 我只能這樣子講 就是說說 我們盡可能的 就是說 我一直在 提醒我自己 在第二天是 給他兩個月的時間 給他兩個月的時間 如果他一直 不改 真的是往電競那邊走 其實不用兩個月 不用兩個月 如果他真的 往電競那邊走 不用兩個月 直接就是 埋圖 直接就入圖了 不要去想太多 直接入圖 以後可能沒有 戰利 可能沒有 那個 白六飛友的這個IP了 變成說 就是我們搞電競 大家去想一下 戰利24是否可以搞電競 大家自己去想 不要說 我們說 再去 噴戰利24 或是怎樣 因為呢 現在有太多 不利於戰利2012的一些 負面消息一直出來 甚至於 乃至說說 128人 根本沒有那個必要 因為你64的 你都搞不低的 你還搞128人 再加上說 地圖 地圖這麼寬廣 你 我玩戰利2012 我有一半的時間 是在跑馬拉松 如果我沒有抢到 踩距的話 這不像戰利 這不像戰利公園 這完全不像戰利公園 那有太多的問題 包括你在玩 波頭模式的時候 你在玩舊模式的時候 你槍還會飄 這個 有太多我講不完 我講 我真的是講不完 那 最後我希望 戰利2012 他能夠好 他能夠好 不要說跟之前一樣 我已經不希望他 跟之前一樣 一樣優秀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就是 順順的玩 可以玩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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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是 不要去奢求 戰利2012太好 那乃至於 未來的兩年後的 戰慶呢 戰利企業 你們還會再繼續買單嗎 我相信會 還是會有一些人 繼續買單 看看美美的行銷的動畫之後 然後就繼續開始再去買單 那就是 人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們人是很膚淺的一種動物 看到很美的東西 我們講的金玉其外敗去其中 戰利2012就是這個例子 看起來很好 可是裡面是一個爛 爛蘋果 講的金玉其外敗去其中 今天影片到這邊 對不起 我今天拍的影片 可能講話比較 稍微比較老實 比較重一點 但是我不得不這樣 因為有很多人在反應 就是說說 跟我講說 戰利YouTuber這個 那其實 因為我不是 今天我本身我不是 我也不會搞直播 我沒有那個時間搞直播 而且說那我搞直播 冷氣會笑死人 那就讓那些比較知名的YouTuber大佬他們去 他們講話比較有影響力 像我們這種講話都沒什麼影響力 所以說 所以我冷氣非常的低 我冷氣非常的低 我冷氣非常的低 喂 影片影片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聽跟收看 那我們 那我們 我會持續的關注 我會持續的關注 Raced跟推特上面的 還有就是說 我們前兩天的那個 DICE EA的遊戲的手機設計 如果有一些很 很勁爆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說 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可以大家 那當然說 老話一句 他是EA的打工仔 不能完全怪他 真的不能完全怪他 我也感謝大家的收音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later